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一位足球区的UP主 平时喜欢做做视频,聊聊球 定期直播解说中国辽阳球员的比赛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看我简介进Q群,了解直播排程 之前有人在评论区留言问 加盟拜仁的刘少紫阳现在在哪 因此今天这条视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近况 和李浩类似 刘少紫阳同样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00后守门员之一 出生在浙江温州的他 清旬时代在武汉三镇度过 2022年1月一条大新闻爆出来 刘少紫阳加盟了得奖豪门拜仁 并且转会费达到了100万欧 这放在中国座谈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 刘少紫阳也成为了拜仁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球员 但是能够在欧洲顶级豪门立足的人 毕竟是极少数 刘少紫阳也不例外 但拜仁俱乐部也非常注重刘少紫阳的发展 因此在过去的两年中 刘少紫阳就一直被外族锻炼 而这也是大部分欧洲豪门俱乐部的小将们都会经历的 在2022到23赛季 刘少紫阳先后被租界至奥地利的克拉根福和格拉斯AK 因为不是主任文将 所以刘少紫阳无法代表这两只球队的一队 在正式比赛中登场 而是只能出战奥五级和奥四级联赛 整个赛季他一共在奥五级出战6次 奥四级出战13次 在去年7月刘少紫阳又被租界至奥乙将斑马李德 不过刘少在李德依然无缘主力门将 但他在李德二队却是主力门将 并且第一次踢上了奥饼联赛 截止目前一共登场8次 或许看到这里 又有人要感叹说 20岁了都还没能踢上主流联赛 看来未来也就不过如此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能加盟欧洲豪门 并且一跃成为豪门主力的 本身就是千万里挑一的天才 但这并不是欧洲足球的常态 欧洲的大部分职业球员 其实都是靠着一步步的 从低级杯联赛中的成长中走出来的 因此像克劳斯·瓦尔迪这样的励志故事 其实才是欧洲足坛最常见的案例 对于刘少紫阳而言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毕竟他过去一年已经连跳三级了 他的励志故事还完全没到结尾呢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流行球员的UP主 我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支持 老样子喜欢喝茶的朋友 可以微信搜索好友 耳湾鼓术或扫描二维码 备注李老师 即可享受上等的云南原厂普洱茶 我的铺子也希望朋友们多多捧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对于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各书己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